最近昆明动员里的丹顶鹤突然觉得自己躲了好多兄弟姐妹 因为总有人把其他鹤认成他们一家子 缩羽鹤 眼后有一白色耳朵鱼极为醒目 前进黑色鱼延长 旋垂于胸部 就像束手助力壶前沉思的智者 东飞观鹤 无数条暖金丝绒丝向四周放射 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绒球 就像毛茸茸的蒲公英一样 黑锦鹤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和黑锦天鹅一样 脖子幽黑像泼墨一样与众不同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 为中国所特有 所以不是所有的鹤都是丹顶鹤 你们明白了吗 你们明白了吗 sat cann